Hello,大家好,我是 Coach Channel 和大家分享 少少關於Body Shot 如果別人打到Body,叫Body Shot 打到頭上,叫Head Shot 無論怎樣都好,他都是想向著你打的 請打訂閱我的頻道,分享給朋友 讓多位朋友們都可以受益 上個影片和大家說,現在你有時間 你盡量彈開,讓球會令到你的側邊 如果你可以彈開打,你可以盡量去轉身 今天的影片想和大家分享,如何令你容易彈開 首先你要彈一下彈一下,你要on your toes 這個Split Step 當別人在打球的時候,你盡量去好 最少做一個或兩個Split Step 可以令你彈開,如果你的競爭是在點地 你站平,你很難去彈開 因為撞到頭上了 如果你可以on your toes,像別人打Boxing 不同的跆拳道,不同的運動 他都會on your toes 因為當你是moving,你就可以 easily move away 這個就是一個Moment of Inertia的 concept When something is in motion, it stays in motion easier 所以這個很簡單的說 這個提示幫助大家,就是叫大家on your toes 我知道是一個很簡單的Tips,但非常重要的 你看到我打球的時候,我盡量 都去on my toes,然後插馬 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個可以彈開 令到你不會讓球踩到你,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Tips 我們的Listence裡面,透過Feeding Methods 和Railing Methods,幫助學生了解很多 不同的Volley aspects 令他們的Volley更上一層樓 希望我們的Volley提示幫你 An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guys in 我們的PrivateListence 我們一定幫到你一手